Hello,我是李超叔叔 这里有很多乒乓球 我在这边写了和弦的级数 比如说这是四级 比如说这是六minor 那这个视频我想要讲一下 这六个和弦级数的个性 那如果你是专业的英语老师 英文老师 不是,音乐老师或者是编曲的专业 你可能看了会很生气 因为我讲的都不是专业的 我都是自己的一些体会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比较常说到就是一 一就是在家里 哎呦,哎呦,掉了 算了,不管了 比如说你看 以C调来说,它的E就是C 比如说我丫 在家里,然后出门 你在我身旁 这个丫 它就在家里 包括回到家也是 你在 回到了C 其实不能说回到C 应该说回到E 因为不一定的调的E 不一定是C 比如说如果是A调呢 我要我E 在家里,然后出了门 最后一句是 看着月 回到E A调的E就是A 所以E这个和弦很好认 它就是在家里 通常大调的歌 头跟尾都是E 而比较 忧伤的歌通常是小调 它的头跟尾就是6m 6m 比如说 什么歌是小调 那叫什么 那叫什么 乐半小夜曲 这种小调的歌 这叫什么 如果这都不算爱 所以最后一小调 通常也会结束在6m 那这个6m如果用在大调里面 它是一种沉下去的 哎唷唷唷唷 好大声 它是一种沉下去的感觉 比如说 某年某月 的某一 六 minor 在C 在大调里面的六 minor 它不会是E 也不会是尾巴 它不会是头 不会是尾巴 它可能会是第二个和弦 它是沉下去 六 minor 或者是 我要飞得更高 飞得更高 它就沉下去了 不一定是音阶沉下去 而是这种气氛沉下去 这有时候很难解释 所以你要多总结 很多很多歌的ABC和弦 变成一二三级数 你才能够去感受 这个歌的走向 以及它的个性 如果你脑子里全都是ABC的话 那你没有办法总结 因为这个A minor 在这个调里面 跟那个调里面 它是不一样的级数 好 再来 我讲一个二 minor 二 minor的话 它有点像四 因为四的主成音是法拉都 而二 minor是Re 法拉都有法拉 它有点像是一个 四哦 四是一个出远门 而且上高山的感觉 比如说 你看这个四就出去了 有什么歌呢 我想想看 忽然想不进来 你在当的时候 哇哦哦哦哦哦 这个哇哦哦 就出去了 有点正能量 往上爬的感觉 就走出去了 那二m是沒有四走的那麼遠 而是有一點點 再到了一個四 回到了一 這是那個whatsapp 它是 出門一點點 到了二m 四四出了門更遠 回到一 二有這種 二m有這種感覺 當然二m也有很多別的用法 比如說 有一些歌它是似乎二m開頭的 它將是你的信仰 二m 回到一 然後又去了二 二m 二m 一 你看它也是回到一 而它是以二m起頭的 那有些歌是四起頭的 你現在聽到這裡可能有點開始不爽 就是我這個總結其實是比較抽象 就是說四它是一個在山上的感覺 而二m是一個沒有那麼遠的山上的感覺 而二m它有另外一個用途 就是這個要先講到五 五呢就是準備回家 在後門 回到了後門 回到了家 後門之前有一個二m 這個二m 因為它比較沒有那麼的激進 所以它在你回家之前 在後門之前 它可以是二m 二m回到一 很多很多的歌 比如說一六四五 一六四五 然後你比如說一六四五 然後一六四五 要回到一的時候 你可能那個四跟五就要擠一擠 那有時候五的前面還可以加個二m 就是二m可以在有些地方可以用到 然後我再講一下三m 三m是一個更低調的和弦 就是說它很 它沉得很深 就沉得很低調 比如說 讓我 掉下眼淚的 這個眼淚的 就是一個很低調的和弦 不止 這個止的時候它就已經到山上 昨夜的酒回到了後門 然後 我又到了家 一一 低調的三m 然後四四四四五 然後三m 六m 二m 五五五一 你看又來二m五一了 就是二m五一 是一個很常用到的一個 一個小句子 然後在三m 有時候會變成三maj 它在小段裡面是常用到的 然後變成三maj 三maj 是一個很有戲劇性的和弦 在大調裡面不常用到 但是在小調裡面常常用到 幾乎是每一首歌都用到 然後五我剛剛講了嘛 五就是在後門要回到家 當然也有一些五它比較妙 就是說 一般來說 五它不會是第二個和弦 它是要回到家的倒數第二個和弦 但是有時候呢 它 也可以是第二個和弦 只是說這個出門的方法不一樣 就像剛剛我要你那首歌它是 我要出了門到後門 然後再去山上 然後再回家 然後到了山上 到了後門 撐下去 再撐下去 然後又是這個二min 五 然後回到一 都拐著四 四就在山上 然後回到一 回到了家 然後又去了山上 然後回到一 我如果要唱這山上 後門 然後撐下去 到了三min 到了六min 也是撐下去 然後是二min 準備回家到後門 然後再回到家 希望你聽到現在沒有想發瘋的感覺 沒有想罵人的感覺 總而言之就是你要把ABC變成一二三 然後去總結它的感覺 講的跟沒講一樣 希望你們聽完以後不要生氣的退訂 好啦 就這樣 掰掰